其實不外乎就是這些東西 數學函數 再來就是了解剛剛那個流程控制 然後再邏輯 這是一些數學函數 文字函數 日期函數 再陣列吧 陣列可能也是需要 因為將來database的東西 還是需要暫時放在陣列裡面 處理完之後再丟出去 也許丟到表格裡面 這些都是固定需要的 所以數學函數 可是問題 到底有多少數學函數我怎麼知道 去哪邊查 像那個VB或者Visual Student都有手冊可以查 電子的手冊 那在那個PHP 我之前有提供給各位一個就是在 哪裡呢 在那個最外層吧 你們可以看到那個 這個裡面有一個進來之後的話 有一個那個 就是那個手冊 PHP5的手冊 各位應該有印象吧 在那個這個進來 最外層嘛 然後有一個什麼呢 PHP5 中文手冊 缺點就是它是簡體字的啦 不過有時候我覺得 至少比看英文來得好 因為有英文手冊 不過英文手冊 可能會對有一些人來說 應該會看到吐血 OK好 那下載之後的話 按右鍵 印象中它好像要先 先解除封鎖 不然它沒有辦法那個 如果你沒有解除封鎖 它打開好像沒辦法正確顯示 打開來之後的話有沒有 這些都有了 那所以你要手冊的入門啊 入門指引 能夠做什麼做什麼有沒有 然後另外它還有一些什麼 簡明的教程 比如說處理表單 像如果你不會的話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縫到縫 有沒有 有沒有其實這個年齡跟 姓 姓名跟年齡 你可以把這一段複製貼上 就可以產生一個表單了 有沒有很好用嘛 然後還有就是說它有一些範例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要學會 像幾個重要的函數 請各位參考這邊 有一個函數參考 這個函數參考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數學函數 那數學函數各位可以看到 印象中它裡面 有一個叫做數學的開頭的 往下找 這些都是喔 全部都是喔 可是常用的 像數學 數學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mess 所以 基本的 基本的 我講的基本的 基本的數學函數 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mess裡面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 數學 這個mess裡面 那它有哪一些函數呢 假設 比如說我今天要找一個亂數 像我們後面有個題目是 亂數 那怎麼去找到亂數 這邊有個叫什麼 啊 啊 啊 and有沒有 產生一個亂數 另外的話 我怎麼樣查它的那個圓周率 比如說我們有一題是什麼 查那個面積的 拍 所以要怎麼樣取得裡面的 那其實很簡單啦 你如果要查亂數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說明 產生一個亂數 這個做法就是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 從哪一個字 哪一個到哪一個的隨機亂數 你給它一個起始值跟初始值 它就會給你一個亂數了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產生那個樂透彩的號碼 1到42 欸 這邊就有了 所以這邊我想各位常用的啦 當然不常用的你就不需要說一個一個了解 像比較常用的像什麼 像這個這個什麼呢 四捨五路 像RUN的有沒有 RON應該是有了 RUN的函數 在這邊有沒有 四捨五路 像 無條件捨去 像Flow這個也常用到 像另外還有像什麼 無條件敬畏 這邊 有沒有 OK 那第一個就是 下個禮拜大概會需要了解像MAS函數的重點 基本的都在這裡 那除了這個數學之外 文字的部分在哪裡 這邊有個文本處理 文本處理裡面 也有一個什麼呢 字符串 它叫字符串 應該我們分譯叫字串 比如說你今天 要把那個一個文字切成正列的話 有沒有 或者Echo 這個前面也用過 其他像什麼轉行等等 或切字串 或者是格式化 這邊通通都有 可以在裡面得到蠻多的答案的 當然也許有些可能 你沒辦法馬上找到 其實另外比如說你有一些 你可能知道函數名稱 但是不知道放哪裡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在所以裡面 把那個名稱給輸入上去 比如說print printf 你不知道 那你這邊也有沒有 點兩下 這邊也會出現 OK 大概會有這個 我覺得這個 這個參考至少比那個 如果沒有一個官方版的 我覺得這個已經算不錯了 提供給各位參考 各位可以先把那個 數學函數跟什麼呢 數學函數跟這個 像文字函數 日期函數等等 可以先了解 其他的話 我們要時間的關係 下個禮拜再來看 數學函數部分 比如說計算一個什麼 一個圓的圓周率 然後呢 取在小數點的第二位 小數四手五路的第二位 所以這裡會用到像什麼 拍跟那個 剛剛講到那個run的函數了 還有什麼run數產生這些 那再來就陣列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然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那下禮拜記得 就是那些環境啊 那些相關的設定 我想各位 來的話之前請先 自己先設定一下 那另外還有一個那個 Eclipse 因為今天你會發現 在那個 在Dreamweaver裡面 要除錯其實很麻煩 你沒法讓那個 Java裡面 主行除錯 所以我在雲端上 也有放一個那個 什麼呢 Eclipse 所以你看下個禮拜吧 有時間的話 我再來教各位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有PHP 但是你除錯很不好除錯 你用Dreamweaver不好除錯 那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工具 可以幫我們除錯 這邊的話會用到一個叫Eclipse PHP的一個工具 在雲端上也可以看得到 那最好請各位先把它下載下來 它也是個免安裝的程式 可是要準備讓它可以幫我除錯 這個地方因為網路上 我查過很多地方 講的都不太不清不楚的 後來我自己試了一下 發現OK的 提供給各位參考 以後的話 你PHP就可以除行除錯了 因為我問過很多工程師 哇他們很厲害 他們都可以用眼睛這樣除錯 我覺得太厲害了 那如果說你有這種工具的話 真的太方便了 因為你停下來 看一下裡面的變數 裡面的值是多少 你就知道你可能錯在哪個地方 尤其是城市非常攏長的地方 尤其是受用 OK 那我想這個部分 請各位回去再試試看 好 好